Vicky,原來美金的金字 以前就是黃金的意思 我知道這段歷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星 全世界44個國家一起開會 規定美元為最基本的貨幣單位 美元和黃金直接掛鉤 其他貨幣就和美元掛鉤 就是因為這樣 那時的美元又可以被稱為美金 直接掛鉤 是否可以用美元直接購買黃金 以前就是 但因為之後發生了幾次美元危機 美元對黃金貶值 而令到黃金不可以再直接買賣 而貨幣危機也是最早期 金融風暴的主要原因之一 哦,原來是這樣 整個中國的模式 就是在它的自由化和經濟開放 是一個很好的次序 有一個循序漸進的方法 這是解釋了中國在過去幾十年成功最重要的 所以有人問我 如何解釋中國過去三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呢 那句說話不是它有right policy 是它一個right的sequencing of policies 這個sequence 是比 policy本身更加重要的 這些就是一個leader會和人想的事情 同一個不是leader會有不同的想法 譬如一開始的時候 中國經濟的發展就是 rural before urban 這個是很聰明 還是形勢使得中國以農立國 所以先做好rural sector 才再做urban sector 這個是決定性的 我覺得中國 中國先搞好農業 生產責任制 最初七八七九已經開始有 responsibility system 開始privatize一些農的田地 做到85年 差不多有六七年在農村 做了鞏固的工作 提高生產力 才去搞industry和urban reform 跟其他全世界的國家 搞發展是不同的 中國就是先農村後工業 還不止先農村後工業 還要先農村後市鎮 再urban 有一陣子鄉鎮企業的意思就是 等農村發展了之後 鄉鎮再發展 才到城市發展 這種gradual approach 是沒有人做過的 這就是中國最成功的 如何sequence 它的reform 還有 你要open up balance of payments 即是資金的流動 中國很厲害 先開放trade account 做生意那裡可以 資金流動 但你進來投資 搞亂的那些 不讓你入住 即是分開 trade 就給你open 那個account 在balance of payment 裏面 但是capital account 一於不開放 一於要under control 這個東西是幫助中國 逃避了 或者是完全沒有了 1997年的 Asian financial crisis 如果中國開放到 capital account 在97之前 中國今天已經是一敗逃地 20年 30年的改革開放 一筆勾銷 因為你全部capital account 開放 它就衝進來 打擊你的外匯市場 人民幣就會完全崩潰 跟著整個金融市場 利率制度全部崩潰 還有一個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in stages 先做現貨市場 不做derivative 不做futures 4月中才第一次 開始接受有這個期貨 如果中國一早開放了 所有的衍生工具 所有的期貨市場 2008年 便又衝擊了 中國便又崩潰了 所以中國是逃避了兩次大劫 都因為它開放的 是循序漸進 有規有矩 有個sequence 不是中國沒有的 是吧 抵受不了這些衝擊的 我們是很幸運的 陳教授剛才講解了 為什麼中國這30年 可以發展得這麼快 這麼成功 他由經濟的角度 充分地肯定了 中國的政策方針 尤其在貿易方面的規定 嗯 從經濟發展來看 很多參與其中的人 都未必猜到 我們的國家會發展得這麼好 當然 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政府 但是 應該都跟整個世界的趨勢有關 我也同意 無論如何都好 現在中國有非常好的前景 而我們香港本身 就擁有非常完善的金融體系 那如何保住金融中心這個地位 就非常之重要了 中國的發展一定會帶來更加多的機會 問題是我們怎樣去把握機會 對 沒錯 沒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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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